记者陈卫慈台北报道,前北高姓法官陈红斌被控性骚扰女助理,前年被职务法庭判决免除法官职务,陈不服声请再审,竟在昨天三八妇女节,该罚新一年约216万元,引发法界人事议论。 台大法律学院教授李茂生今也在脸书发文批评他的大学同学,职务法庭审判长林文周做出这种决定,让许宗立司法院院长也是李林的大学同学难堪,不少网友也批关关江户,事后有诡异也能做在审理由,这是台湾法界新创的神逻辑吗? 职务法庭法官谢敬惠金则表示,自己无法说服其他人,因而辞去职务法庭法官职务,对此判决有网友表示,法官的判决确认了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经典,对司法体系而言,法律的弹性在于关系,不在于事件造成伤害的严重度。 另也有网友说,律次性骚扰被惩戒后,只要对被害人说,好了,帮你介绍对象,就可以提起在审获的清盘哦。 笔记中还有网友凤,专任律师还可以领退休金,举着前法官大律师金字招牌,以后当门神钱赚更多,事业更大,选拼选妃将山多交为镇独尊,通行法院内外无碍,不仅无伤,没有当事人会知道, 反而非常划算。 哎,林文周啊,我知道你笃信上帝,但是愿意原谅是人胡搞瞎搞的上帝,不会去管法官在其职场上的不当行为的。 我能够理解一本厅职务上所以职者,去红冰已经因此按而离职,办理退休,事实上不可能再回任,其任职时最后月奉18万余元,以此而推估之,其罚款总额一二百余万元,法官三次言行不减而有于二百万元之处罚。 本庭认为其惩戒已经足够这句话背后的宽恕,反正都已经离职了,但是职务法庭的决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,撇除个案的考量。 判决本身所具有的宣誓意义难道不重要吗? 林文周啊,你知不知道,如果教授对学生做出同样的事情,而该校的姓平会秉公处理的话,结果会怎样吗? 你干嘛没事干做出这种诀,定让许宗丽难堪。